宋江为何让武松单挑卢俊义? 看完这三种结局后,不得不说宋江精明《水浒传》中卢俊义上梁山,堪称是决定梁山命运的一次大实践。 概括说来皆因卢俊义当时对梁山和宋江有三大作用。 一、卢俊义的名望有助于喜白梁山。各大名府第一等长者的称号,也就是大善人。 因此卢俊义这种正面形象,自然有助于喜白梁山。 且宋江也一直致力于此。 如之前坑诸同、死期白赖地道顾忽颜卓等人,都含有这种目的。 也就是说,宋江早就开始注重喜白梁山草寇这种负面形象了。 二、卢俊义的财富,能增加梁山实力。 梁山不是生产,仅凭朝干那十万生辰钢,梁山一再扩充中也早就花亏了。 所以梁山就必然要打着正义旗号去抢劫。 三、号称的枪暴无双卢俊义的武功,对宋江来言是最重要和关键的。 因此,宋江这才派无用下山去赚卢俊义,并引发了卢俊义独斗梁山八位好汉。 而在这八位单挑好汉中,其中尤其是武松,堪称水浒第一杀神。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清楚,但凡武松出手,从来都是非死即生,非输即败。 也就是说平局这个字眼,在武松的字典里,根本不存在。 那么宋江为何还要安排武松来单挑卢俊义呢? 其实从这可看出宋江非常精明,大致有如下两个原因。 其一,功夫高低决定。 此次八位好汉轮流单挑卢俊义,是引诱卢俊义上山。 显然武功太菜了不行,卢俊义好称枪棒无双。 因此八位好汉,都是三十六天罡之内的,各个武功高强,不至于丢了梁山脸面。 其二,单挑地点决定,在梁山上单挑,都是山路,不能骑马,全部是部站。 这就注定了马上将沦为了配角。 李逵、鲁智深、武松、刘唐这四位不下好汉是头四场,既消耗卢俊义体力,又能让卢俊义变得心浮气躁,失去理智。 李逵假扮道童去过卢俊义府,他第一个出现,可谓是伤害性不大,侮辱性却极强。 故而卢俊义大怒,着手忠仆刀来斗李逵。 鲁智深、武松,这俩人代表着梁山不战的最高水平,如今卢俊义已经被李逵气疯了。 李逵是逃了,但接下来的好汉必须要能扛住,疯狂输出地如俊义了。 这属于硬仗,只能依靠武松和鲁智深去扛了。 其三,为照顾卢俊义颜面。 卢俊义是马上将,如今却在部下作战。 武松是专打硬汉的主儿,那性子傲得很,鲁智深见了卢俊义是张嘴调侃,园外不要走。 难得到此,任任久家去。 武松是另一种画风,有些轻视,说,园外。 只随我去,不到得有血光之分。 武松这句,可把卢俊义挤坏了,丢下鲁智深就来干武松。 哪料武松却玩一样,斗不到三合,拔不便走。 卢俊义哈哈大笑道,我不敢你。 米彻斯们合足,因此才说,宋江派八位好汉单挑卢俊义, 指着人员安排,就是经过了深思熟虑,连卢俊义的面子都要保全。 那么若武松跟卢俊义,再打下去会怎样? 三种结局,无论哪种,都是不是宋江愿意看到的。 一,卢俊义被斗败。 这个结局笔者认为很有可能。 虽说武松从没战败过厉害好汉, 但就赤手控拳打死过老虎, 也能看出不凡的反应速度和灵巧程度。 这也是武松,为何能接连斩杀马上将的原因,都是秒杀,速度为王。 卢俊义跨上战马很牛,但不战一般,若跟武松继续不侠单挑,不见得能占到便宜。 但毕竟卢俊义是日后的二当家的,哪能过分打脸,多了威仪。 还怎么带队伍? 其二,武松被斗败。 不过一旦武松败给卢俊义, 以武松的性格,估计会离开梁山、鲁智深、孙阿娘、施恩。 史靖等一群人,还会在梁山上陪宋江唱戏玩吗? 好容易三山距已归梁山,就这么散伙了, 这个损失宋江根本承受不起。 其三,两人占平。 这就等于事情又回到原来的道路上, 当时卢俊义被气疯了, 武松却又专打天下硬汉, 你如何让这两人平举? 必然是被劝开。 如此一来, 宋江还如何进行下面的安排, 一切都露线了。 还赚卢俊义。 所以看完这三种结局后, 真不得不佩服, 宋江很精明。 安排八位好汉, 一环扣一环, 既利用了武松高傲性格, 为自己的目的服务, 也避免了武松争登卢俊义, 打个你死我活, 破坏了自己的计划。 每日更新, 欢迎讨论。 哈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